五线谱 所以传统的作曲方式还是以五线谱的继谱为主 接下去我会讲解在初学五线谱时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 我们都知道声音有四种物理属性 音高、音长、音强跟音质 有人喜欢把音质叫做音色 音高是跟声音的振动频率有关 音长是跟声音振动持续的时间长度有关 音强是跟声音的振幅有关 那么音质是关于发音体自身的一个材料 跟发音体在发声时候的方法 是用吹的、用拉的、还是用敲打的 那乐谱要记录的信息自然是要包括声音这四种物理属性 我们在初学五线谱时 尤其要先弄清楚五线谱是如何记录音高和音长这两种物理属性的 今天这节课我们先来讲音高 我们可以先来设想一下 如果让你来设计一种符号 或者一种方式来记录音高 你会怎么做 我们比较熟悉的简谱呢 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加点的方式 那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功词谱 用的是汉字的方式来记音高 五线谱则采用了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声音的高低 五线谱一开始并不是五条线 而是从一条线开始的 有了一条线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辨别 至少低、中、高三个等级的音高 那再加线就会有更多的等级 于是慢慢从一条线逐渐增加至五条线 音符在线上的位置 我们叫线 像音符这个位置叫第一线 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第五线 音符如果在两条线中间的位置 我们叫做尖 比如说这是第一尖 第二尖 第三尖 第四尖 超过这五线谱的范围更高或者更低的音 我们就需要用临时加线的方式来表示 为了方便人们感受和区分声音的高低 11世纪的意大利人贵多达莱佐确立了所谓的唱名法 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面对乐谱时 虽然可以根据音符的位置 来辨别声音的高低 但是你要把它具体唱出来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些麻烦 比如我这样子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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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容易去记忆这些音高 但如果我给每个音取一个名字 就像我们常见的 Do,Re,Mi,Fa,Sol,La,Si,Do 我用这些名字去唱这些音 Do,Re,Mi,Fa,Sol,La,Si,Do 我就可以顺着这个唱名 比较容易地去区分甚至记忆这些音高 不过呢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五线谱不够友好的原因 因为我们需要根据音符的位置 来反映唱名是什么 这不像简谱或者弓尺谱 它本身就是用文字系统来记谱的 你在文字与唱名之间做个转换会比较容易 你要根据音符的位置来反映唱名 相对会困难一点 那同样是意大利人贵多 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设计了一种教学方式 他把音阶跟唱名记录在手指的关节上 我们后世称为贵多手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借鉴一下贵多的做法 把我们的手当作五线谱来记忆唱名 比如像这样子 你把手横向伸着 或者面对自己也可以 这是第一线 第一线到第五线 一线到五线的唱名分别是 mi-so-si-re-fa mi-so-si-re-fa 而中间呢 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间 第四间的唱名分别是 fa-la-do-mi fa-la-do-mi 五条线是 mi-so-si-re-fa 中间四间是 fa-la-do-mi 于是今后呢 走在路上 你都可以这样去练习 别人在路上玩手机 你就在被唱名 mi-so-si-re-fa mi-so-si-re-fa 法-la-do-mi 法-la-do-mi 很快你就会学会了 在一个正常人的耳朵 所能听到的音高范围之内 而且还能被用来当作音乐素材的声音 从高到低 用五条线来记录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五线谱前面还要再加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谱号 用来区分这个五线谱所记录的音域 比如说这是高音谱号 中音谱号 跟低音谱号 跟高音谱号相结合的五线谱 我们叫高音谱表 像小提琴看的就是这个谱 跟中音谱号相结合的五线谱 叫中音谱表 像中提琴看的就是这种谱 跟低音谱号结合的五线谱表 我们叫低音谱表 像大提琴就看是这种谱 他们所记录的声音的音域是不太一样的 同样的音高 用不同的谱表来记录的话 放置的位置不同 比如高音谱表 下加一线这个音 我们唱多 这个音也叫做中央C 那这个音如果用中音谱表来记录的话 我们会放在第三线 如果用低音谱表来记录的话 会放在上加一线 虽然在不同的谱表放置的位置不一样 但这三个记录的是同样一个音高 五线谱记录的是绝对音高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记录在谱上的音高 不管用任何乐器去演奏 都是这个音高 就好比高音谱上第二间的音 我们一般常拉 记录在这里的音呢 就是指每秒钟震动440次的音高 或者我们说是440赫兹的频率 所发出的音高 无论用任何乐器去演奏 都必须是这个音高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吉他看的都是高音谱表 但实际上吉他并不是高音乐器 吉他的音域属于中音乐器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吉他谱的高音谱号下 看到一个8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吉他所发出的音高 实际上都比高音谱表所记录的音高 要低8度 就像我手中这个音差 他能够发出440赫兹的音高 也就是高音谱表第二间这个拉 但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拉的时候 我们会在吉他上 第三弦第二频这个音 我们会弹这个音 这个音其实比音差要低8度 只有我们按照高音谱表 上加一线这个拉去弹的时候 也就是第一弦第五频 我们弹这个音的时候 他的音高跟音差才是一致的 好的 这节课讲了关于五线谱是怎么记录音高的 那下一节课我会继续讲 五线谱是怎么记录音的长短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也希望这节课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 这节课的内容 是怎么记录音的长短的 是怎么记录音的长短的 是怎么记录音的长短的